另外吉打州旗下的关联公司四名高层人员 涉嫌挪用220万令吉 昨天落网后 反贪会今早将一行人押到亚罗斯打推示厅 或准扣查他们四天 四名嫌犯年龄介于49岁到58岁 涉嫌2016年到2019年 利用职权盗用公司220万令吉 贿赂与他们有利益关系的两家公司银行账户 他们昨天下午受召到反贪会录取口供后 当场落网 助理主部官万诺法兹拉 批准反贪会继续扣查四人到星期天 目前反贪会援引2009年反贪会法令 二三条文调查案件